好了同学们 我们继续讲 现在我们讲第897个考点 他会游泳在四岁的时候 来同学们 本题考点在四岁的时候 来注意听 在四岁的时候怎么说呢 是一个词诸 at the age of 加基数词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啊 年龄是一个基数词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啊 年龄是一个基数词 而且你已经使用这个词诸了 at the age of 就不能再加years old了 千万记住啊 我四岁 你可以说成什么呢 I'm four 看好啊 你还可以说成 I'm four years old 我四岁 你还可以说成 I'm at the age of four 都可以 明白了吗 但是当你使用这个词诸 at the age of的时候 这个数字后面 不能再加years old了 不能再加years old了 这块一定要看懂 我再说一遍 当你使用at the age of的时候 不能再年龄后面 再加years old了 什么意思 years old 和这个词诸 不能一起用 years old 不能和at the age of 一起用 这块一定要注意 啊同学们 好了 你看 他会游用 在四岁的时候 来同学们 主语是他 四岁是一个过去的世界 对不对 四岁是一个过去的世界 所以说 我们是一个过去式 把看 改成could 过去式 然后我们could 后面接动全形 他会干什么 他会游泳 几岁的时候 四岁 at the age of fall 这是一个时间状语 时间状语 他什么时候会游泳呢 他四岁的时候 主语 胃语 时间状语 明白吧 老师 我不想用时间状语了 我可不可以用一个时间状语重句呢 必须可以 你就可以写成 he could swim when he was fall 当他四岁的时候 这个问所引导的是 时间状语重句 为什么过去时呢 他现在已经长大了 我们是说他以前的事 他四岁的时候 他会游泳 明白吗 以前的事 那么这个词主 是一个时间状语 而这个 是一个时间状语 重句 能理解吗 所以说 一定要记住 本题的考点 如何表达年龄 好了 897个点 过了 我们讲 898个考点 他是一个好孩子 在我眼中 来 在某人眼中 怎么说呢 in wise 这个wise 代表着 形容词性 物主代词 或者是 所有根 眼睛 眼睛为啥加S 可数呗 负数呗 明白吗 他是一个好孩子 在我眼中 主语 系动词 这是一个名词 端语 做的是 表语 这是一个 主 系 表结构 形容词 修饰 boy 然后 加上词注 in my ass 在我眼中 他是一个好孩子 能理解吗 这个考点 一定要会 这是我们考试的 必会点 来 继续 899个点 我每天学汉语 每天 怎么说 学习语言 哪个学 同时 怎么说 我也每天 学习英语 这道题 一共四个点 每天 学习 同时 剧中的也 这都是必会点 来 看你们看 首先第一个 学语言的学 我们用 rearn rearn 下语言 第二个 我们要讲一下 everyday 和谐 和分谐的区别 和谐是什么词啊 是形容词 后面 这名词 因为和谐 它翻译成 日常的 每一天的 日常的 此性 形容词 形容词 此性 形容词 放在句中 做定语 修饰名词 你不修饰 你试试 你看扣不扣你 everyday 必须写名词 分写呢 放在句尾 翻译成每一天 表示时间的一个词 这是两个词 这是一个词 能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了 第三个考点 同时 at the same time 固定词注 同时 你不背能行吗 这考点你刷不准 你拿什么去参加考试呢 哪来的自信呢 宝贝们 是不是 所以 注意 这些考点 是你必须要学的 是你必须要学的 再往下 句子当中的也用啥呀 also啊 also是句中的也 那么说到这 你不马上就要想到 英语中的四个也吗 哪四个也啊 我也喜欢你 来我喜欢一下 我也喜欢你 来 我也喜欢你 来 我也不喜欢你 来 央语中的四个也 央语中的四个也 第一个 我也喜欢你 肯定句句尾的也 有道号 就用to 肯定句句中的也 用also 肯定句句句尾的也 没有道号 用as well 否定句句句尾的也 用either 会不会 同学们会不会 央语中的四个也 太重要了 来主见们 央语中的四个也 那不是重要吗 那也太重要了 同学们 这不就是英语中的四个也吗 能不能会 来各位同学们 你们看 肯定句句尾的也用to 肯定句句中的也用also 我说肯定句呢 肯定句句句尾的也 as well 否定句句尾的也 either 玩活 四个也不考 跑你了 你就记住啊 中阶考 必须考你 所以你不管是初阶一 初阶二 初阶三的 这个题要小心 小心 来继续 剧中的也 用also 好了 一个题 四个考点 run 加语言 everyday 和谐 在剧中 揭明词 分谐 在剧尾 一般 意为每一天 词主 at the same time 同时 剧中的也 用also 存存的干货 存存的 嗨存存的 来同学们 我每天学习汉语 主语 我 卫语 学习 编语 汉语 每一天 放在剧尾 主卫编吗 实现状语吗 at the same time 固定词主 同时 不被能行吗 剧中的也 用also I also learn English everyday 我也每天 学英语 学语言 就用learn 这不玩活吗 考点一会 做题全对 随便从哪出题 不怕你啊 随便送哪出题 无所谓的事情啊 反正我都会啊 明白了吧 I 继续 900个考点 这个学校被建立 目的是帮助贫困的学生 被建立 怎么说 目的是 怎么说 明白 I 被建立怎么说呀 目的怎么说呀 两大考点 首先 被建立 它是一个被动语态 被动语态 懂不懂 小学学没学过 把子句和被子句 我吃了一个苹果 一个苹果被我吃了 学过吧 小学就在学 把子句和被子句转化 所以 被动语态 必加过去分析 联合构成 建立 setup 什么搭配啊 动副搭配 你如果想参加考试 你连一个词主 动戒动腹都分不清楚 你怎么学呀 动戒搭配的词主 接待词放中间 放后面 你们说放哪 回答老师 动戒搭配的词主 接待词放后面 动腹搭配的词主 接待词放中间 明白不 同学们 目的 盖学校干啥呀 帮助贫困的学生 那这里面的目的 我们使用 tudo表示 看明白啊 被动语态 建立是setup 目的用tudo 来吧 这个学校 主语 盖完了吗 过去时 被动语态 what setup 干啥呀 目的tudo吗 帮助 帮助谁 贫困的学生 pro students 行修名 他们联合做帮助的宾语 帮谁呀 帮那些贫困的学生 主语 谓语 目的庄语 pro students 做定语 做宾语 当然做宾语了 做什么定语呢 这不是宾语吗 做帮助的宾语 看到了吗 pro是定语 修饰 名词学生 他是定语 修饰名词 他俩一起 做帮助的宾语 能一样吗 据此成分 得分析的清清楚楚的 这里可以出题 这里可以出题 考点一会 做题全对 考点不会 努力白费 你就记住啊 来继续 901个考点 去接电话 请接电话 首先 接电话怎么说 answer的符文 answer 接电话的接 必须也会 老师 这词不是回答的意思吗 他是一词多译 一词多译 死背单词 永远学不好英语 不要死背单词 死背课文 做题靠反语 这是三种学英语 比较笨的方法 抓考点 刷西题 考点一会 啥题都对 考点不会 努力白费 明白 你都不知道考试考啥 你学啥呢 来 请接电话 起始句 动词原形 开头 answer的符文 那answer 还有什么呀 动词 回答 请回答这个问题 answer 回答的意思 还有 动词 动词 无论是接电话的接 还是回答 这不都是动词吗 下一个 这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this is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这个answer是什么 名词 啥意思 答案呢 谁的答案 这个问题的答案 这不是定语吗 定谁 定答案 谁的答案 问题的答案 那为什么 吐当 借此短语呢 因为这种 一一对应的关系 你像问题的答案呢 房门的钥匙啊 这些 一一对应的关系 都用吐 你像这个 门的钥匙 你看 门的锁 这不都是一一对应关系吗 一个门 对着一把钥匙 一个门 对着一个锁 这种一一对应关系 我们都用吐 一个问题 一个答案 比如你做一道题 说这个题 选A选B呀 那答案不是固定的吗 你要么选A 你要么选B 你还能乱七八糟 选一堆 对不对 答案是固定的 也是唯一的 明白吗 答案是固定的 也是唯一的 一定要懂 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 我们就用吐 继续 902个考点 他是我的一个朋友 这是一个 双重所有格 某人的朋友吗 a friend of 加明误带 或者是所有格 老师什么叫双重所有格 老师告诉你们 两次使用所有格 这是一个所有格 什么什么的 往来再跟一个明误带 也是一个所有格 再跟一个所有格也行 我举个例子啊 老师你给我举个例子吧 我蒙圈了 别蒙啊 你别蒙 看呢 一个我的朋友 看 这个是个得字 我的还有得字 两次使用所有格 双重所有 你再比如一个 are friend of Lucy's Lucy的一个朋友 所有格 所有格 两次使用 老师用一次行不行 扣不蒙你 扣分能给你扣苦无了 能给你扣苦无了 知道吗 are friend of 加明误带 或是我格 把这可点背的啊 来 他是我的一个朋友 主语 系动词 一个我的朋友 a friend of mine 明误带 你不接明误带 你试试 老师 醒误带 行不行 不行 醒误带 后面得接名词 你这个后面 没有名词了 所以你必须用明误带 你没有第二个选择 第903个点 他是一只 被训练的狗 考点 这里 被训练的 我们先分析一下成分 这是主语 这是系动词 这是定语 这是表语 主系定表 看了没有 看 被训练的狗 做的是定语 修书狗 什么狗 被训练的狗 狗和训练之间是被动关系 这个狗 被我训练 过去分词 被字词 做定语 修饰名词 狗 过去分词 表被动 做定语 修饰名词狗 tree 训练 火车 都是他 一词多语 train的 被训练的 然后 主 细 定 表 这是一只 被训练的狗 过去分词 做定语 类似于这个点 就类似于这题太多了 你们看 这是一个破碎的杯子 过去分词做定语 修饰名词 这是一棵倒下的树 看 过去分词做定语 修饰名词 那个树吧 它不能自个儿倒 睡着了 它需要外力 比如说风 把它刮倒了 你再比如说 那个人 把它砍倒了 都可能 都可能 所以它属于 过去分词 做定语的结构 大家一定要会 同学们一定要会 明白了吗 是不是